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海道强震灾后第四天 死亡人数增加到39个人 还有一人是下落不明 你好 欢迎收看9月9号的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陈彦山 这两天北台湾的民众 应该最有感就是 这场暴雨究竟何时才能停 从昨天开始 北台湾降下大雨 许多地区都传出淹水 不但道路变成了水路 大雨还淹进了家里 先来看日累积雨量图 可以看到在台北市的士林区 雨下的最多已经突破了400毫米 而北投区也有300多毫米的雨量 新北市的瑞芳 也有逼近300毫米的雨量 而在新北市的万里系纸 也有超过200毫米 另外来看是雷达回波图 雨区已经转进了宜兰 气象局持续发布了好雨特报 台北市基隆市要严防大雨 新北市以及宜兰要严防好雨 至于花莲高坪地区 也要严防大雨的发生 提醒您要特别留意了 至于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 很多人也担心会不会直扑台湾而来 其实目前它离台湾很远 还有3900公里 是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 以每小时34公里的速度 向西来前进 会不会直冲台湾 或者对台湾的影响有多少 气象专家强调因为距离还太远 无法精准地掌握 还要持续观察 也请民众不必过度恐慌 目前放一片烟水封面带来豪雨 阳明山多处摊坊 紧急拉起封锁线 禁止民众前往 9号的累积雨量截至下午5点 阳明山雨下最多达到411毫米 而台北其他地区也都超过200毫米 不过从下午开始台北市区明显感受到降雨趋缓 但宜兰地区还不能松歇 目前的风向上是比较适合宜兰地区的降雨持续的状况 我们预期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可能都还是有豪雨等级左右的降雨出现 阴凉天气稍微飘点小雨 封面将影响到周一上半天 但紧接着在恒春东南东300多公里的海面上 已经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 接下来三天还会持续下雨 明天白天开始会逐渐地朝西 也就是朝台湾南部海域靠近 那我们预期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在比我们最近的时间点 是在11号的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 还是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可能 不排除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会发展成轻度台风 但过了12号逐渐远离台湾后 天气将恢复稳定状态 来 新闻林一婷 徐云豪 台北报道 好 来看这个画面 每逢大雨基隆复兴路的212项 几乎都会淹水 今天上午10点左右又传出了淹水 积水高度一度达到30公分高 民众在家里来回清扫 满事无奈 我们现在在基隆复兴路212项的这个地方 由于这边是属于一个比较地弯的路段 我们可以看到突然的墙降雨下来的时候 这边淹水状况是非常的严重 整个的积水已经到了记者小腿肚的地方 人孔盖不断冒出水柱 来不及移走的汽车就这样半个轮胎泡在水里 民众家里也是轻了又轻 真的咽到怕了 积田多那个咽的 然后还没清完 它刚刚又咽起来 对啊 这么快就 这么快咽啦 又打算要换吗 不能换 换了又来不是一样 等到整个工程做好再换新的 水上瀑布一样狂泻而下 跟着当地淋漿脚步来到山壁前缘的住家 后院泥巴遍布状况同样惨烈 这边整片就好像泥加拉瀑布一样 大概有十公尺 轰轰那整个水都漫起来了 上面的山坡地长期没有在维护 那现在大雨好大雨冲刷下来 它的地基都慢慢在流失了 这个挡土墙也都破洞了 根据基隆市消防局统计 9号上半天就有32件的载情通报 多数是排水来不及还有土石滑落现象 于是烧切大概所有的积水都已经消退 基本上排水系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早上的时候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下了75mm的雨量 这个已经远超过了50mm淹水的一个警戒 官方紧急调来抽水机 复兴路212箱淹水一个小时内消退 但后续的打扫 住家灾损都还需要时间清算 更重要的是得找出原因 并做出完善的应对措施 大爱新闻黄一姐 吴博勋 基隆报道 好 提醒大家农委会发布了土石流的警戒区 包括在新北市就有三条溪流是红色警戒 是位在汐止以及万里 而台北市以及新北市则是共有50条的溪流 是黄色警戒 接着来看是在基隆地区 下午雨势停歇 没想到却传出民宅遭到土石冲刷 地基流失的意外 索性民众都是安全撤离 一楼是目前是只有一个人而已 二楼是三个人 都撤离了 这也是基隆的新西街207项58号的后方 大片土石崩落 民宅窗户掉落 两柱歪斜 整间房子增建的部分倾倒 岌岌可回 公务单位立即拉起封锁线 研判好雨冲刷导致地基塌陷 将会吊派大型的机具 拆除危险的防射 并且妥善安置受灾户 好 基隆这场强降雨 大雨也冲进了这个地方 是在东信路的一处民宅 就连大门甚至是一度都被卡住 打不开 水从房屋里面不断涌出 整个门卡住打不开 基隆市东信路一处民宅 位于半山腰 受到强降雨影响 住家竟然变成了排水口 后面还有一个体育场 那里的水流太急了 那经过大雨的这样宣泄下来 水沟冲断了 水沟冲断了的时候 水沟没有办法 这样子照着水流走 所以就冲到民宅 从民宅的后方厨房浴室 水就一直冲出来 好在暴雨来袭时 屋主已经躲到邻居家屋檐避难 没有受伤 个案经由里长转借给慈济志工 大家戴起手套 要来帮忙进行清理工作 整个地板里面 通通是这些杂物 所以那时候就我们就赶快 联络一些师兄姐 基本上帮他撑 撑一个桶道进去 看里面的受灾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和气组队也会启动 后续的一个关怀 跟帮忙打扫跟清理 一袋一袋的垃圾往外堆 走到屋内一看 水势虽然退去 但多数房间脏乱不堪 浴室厨房也都不能使用 目前已经紧急把屋主 安置到里面活动中心 此季志工们也在旁一路陪伴 后续要来协助重建家园 大爱新闻 欢迎接吴博勋 基隆报道 关心雨灾之余 还是要留意登革热的疫情 疾管署今天公布 新增10例的确诊病例 包括是在台中有6例 分别是在南区有2例 雾峰太平北区 以及大里各有一例 而在彰化的3例 都是园林某国中的学生 另外高雄一例是在凤山区 目前国内共有102例的 登革热确诊个案 好 刚刚提到的台中市 有6例都是集中在热区 险见有地缘关系 彰化3例都是国中生 研判感染源是在学校 防疫人员已经在校园周边 400公尺消毒喷药 而统计目前国内共有102例 登革热的确诊个案 台中最多有56例 新北有31例是次高 好 为了避免登革热疫情的传播 位在土城的慈激环保站 今天下午也动员了志工 展开了环保站的大消毒 洗洗洗刷刷众人合力 环保站大扫除 第一步手中地板清洁 另一头师兄们可没闲着 穿上防水雨衣 仔细检查口罩 消毒工作不敢马虎 弯下腰任何角落都不放过 这一次不仅为了环保站 更为了杜绝并没闻滋生 尤其我们现在发现土城 有登革热我们都会加强 前后院的水盆 我们都有把它清理 把它倒干净 防范登革热可不能少了积水容器 寻到清刷就怕潮湿温热的环境成了温床 我趁着这个大型回收日 那大家一起来合合互协 把这个环境清理得更干净 清扫消毒从每周一次改为两次 登革热疫情拉警报 人人提高戒备 彼此分工合作 大扫除之余 更看到还是有一群人 持续做着分类回收 把握机会分秒拨空过 成为环保站最美丽的风景 大爱新闻科兴志台北报导 好 北台湾大雨酿 像在前几天台南的永康的中华路 也因为一场大雨造成了淹水 一度引发了争议 因为只下了半小时的雨 既然会造成严重的积水 C志工今天逐户的访试 希望能够安定居民的心 不管痛不怕 爱的抱抱给温暖 但实际上走进屋里 家具看得到泡水痕迹 看到乌云就会怕 也担心再淹水 坏掉的家具不敢撤 另外这一头洗好的棉被不敢铺 家族总动员清理环境 大家最担忧的中风爸爸 淹水隔天就送进安养中心 上人很慈悲 看到大家这样子的话 也很兴奋 C志工挨家挨护送关怀 趁着出太阳几乎人人都在清理 宣洩雨水来不及的排水沟旁 抽水设备还在 四天之内启动了两次 负责消毒的环保局人员 出动频率也差不多 一天大概睡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对我也很需要一些保养品 走过雨天总之要天晴的 不要把那个郁门一直放在心里面 灾后持续奔走的里长 除了关心恢复状况 也期待志工们的关爱 协助居民赶走乌云 看见天晴 大家新闻中的上文树 韩南报道 国际焦点来关 经日本北海道6号发生抢震 造成39个人不幸死亡 还有一个人是下落不明 目前有将近5800个人 被疏散到178个避难中心 而灾后的第四天 救难人员不放弃任何希望 持续进行搜救 民众难过地看着地震过后 被移为平地的家园 许多居民回到这里 在土石堆里翻找仅存的物品 北海道周四发生强症过后 目前已经超过黄金72小时 存活率大幅下降 当地5000名警察和自卫队队员 还是坚持不放弃 持续寻找失踪民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日上午 前往札广市 视察土壤液化严重的地区 下午也到避难中心 关心受灾民众的状况 强症过后 目前还有将近5800人 被疏散到178个避难中心 整个北海道几乎全面恢复宫殿 但灾情最严重的后增丁地区 目前还是断水断电 当地政府在避难所内 设置简易泡舱设施 供民众使用 部分地区手机还是没有讯号 日本电信电话公司 提供北海道内5800台 公共电话免费使用 一万三千个交通号制 也在当地周日早上全面恢复 闸晃市停水的一万五千户 大部分恢复供水 交通方面新千岁机场周六 国内外航班恢复起降 北海道主要新干线也重新营运 JR北海道公司往来扎晃 续川 韩馆等地的特级列车 也重新行驶 民众主要生活机能 渐渐步上正轨 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 严防一周内 可能还会有正度到达7的强症 再次发生 接下来几天受到封面影响 还可能造成土石滑落的灾情 大爱新闻扬情编译 另外来关心美国 北加州沙斯塔郡野火肆虐 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天 烧毁超过一万公顷的土地 北加州的沙斯塔郡大火烧不停 国家森林公园也受到了大火影响 当地政府关闭了主要的洲际公路 紧急疏散受火灾威胁的三个郡 动员超过1500名的消防队员 来进行灭火 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有多少房屋受损 当地政府怀疑可能是纵火造成的火灾 而倾向预测下周将会有另一波的热量来袭 当地警销赶紧行动 希望尽快扑灭这场热火 南韩周六宣布一名病患得到了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 这是从2015年以来南韩首次出现的确诊个案 中东呼吸症候群 의심症状 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 目前与病患接触的20名机组人员 医疗人员都已经采取了隔离措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难民里头的生活 一般人很难想象 像是在塞尔绘亚的欧普难民营 是由废弃的军营改进而成 最小的难民只有12岁 C志工去年开始天天供应两餐 这一次还带来了小惊喜 送上了电视机 早晨7点钟 随着新鲜面包送给欧普难民营 享用早餐的人潮 早也开始营入餐厅 这处难民营是老旧军营改进而成 从去年5月起开始收容 滞留在塞尔维亚的男性难民 他们多数从中东或南亚而来 希望在欧洲找到庇护 却被挡在欧盟大门前 我认为是在欧盟大门前 我认为是在欧盟大门前 十二 十三 十四個國家 一年多來 這處難民營收容人次已破千 從生活所需到安全管理 都仰賴慈善團體協助 而慈濟是最早 提供援助的NGO旨意 他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幫助他們 這很可憐 因為不想要去哪裏 不想要回家 慈濟建築 這一回志工為他們帶來了 不一樣的禮物 五台六十寸的電視 懸掛在餐廳四周 希望提供難民更好的心靈慰藉 社會人和其他人 你的建築會非常幫助 我們從電視上學習 我們從電視上知道 這是你的基礎 在難民營過著甘等的日子 他們或許只能透過筆和畫紙 排遣時間 但這一幅與眾不同 我從巴基斯坦 我給台灣人送禮物 為什麼要給台灣人送禮物 因為他們供給我們好的食物 和所有東西 一顆畫著無數互助之手的人類心臟 上面寫著來自巴基斯坦的禮物 獻給台灣朋友 儘管只是素鳥 卻孕含的深意 也代表了對慈激志工 長期關懷的肯定 台新聞 趙德堯 賴展文 塞維亞報導 來看這位 菲律賓的小男孩 傑伯一出生 就罹患了先天性的疾病 他有水腦症 唇惡劣和四肢的畸形 2004年 傑伯只有一歲八個月 他來到大陵的慈激醫院 進行顏面的重建手術 是多年過去了 現在的傑伯已經是一位16歲的少年 搬一大蛋米幾條吐司 這都是準備要給老朋友的見面禮 一下車就來個大擁抱 傑伯的母親和志工打完招呼 立刻到屋內 把坐在輪椅上的傑伯也推出房間 來個相見歡 真的好久不見了 傑伯的母親說明現況 她說女兒工作也不穩定 只購買食物 有時候要吃完了沒錢去買 傑伯睡覺時就會抽搐 又因為沒定期吃藥 現在也會比較健忘 傑伯因為先天嚴重水腦 顏面缺損一眼失明 四肢畸形 從2004年她一歲八個月 到2009年間 在慈濟志工接引下 到大林慈濟醫院接受過 三次臉部重建手術 現在已經16歲了 走路需要攀伏 志工幫她按摩手腳 這次臉部重建手術 她的手術就很高 我建議我們就來 去關心她的情形 不然她長大了 她如果沒有這個 她沒有辦法自理她的生活 傑伯的母親也希望 有一天傑伯能像其他人 一樣自理生活 只是這樣的心願 不知何時才能實現 大愛新聞李嘉美 黃毅杰 菲律賓報導 好 有句話說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志工在訪室時 體會就更深刻了 在中國大陸的湖南 有一位90多歲的豐奶奶 丈夫和兒女接連過世 獨自生活 她住在孫女建的房子裡頭 不過祖孫的關係很緊張 其志工家訪時 也試圖要化解兩人的心結 經過泛黃道田 黎明山崙 此階之宮東陵初刊 探望90歲的豐奶奶 你就住在這裡是吧 你就住 低矮的房子沒有紗窗 文章還破了幾個大洞 孫子他們自己搞自己的事 她搞她自己的事 老人家提起孫女的不聞不問 悲從中來 丈夫和兒女先後而逝 她獨自吃住 志工卻也快做婆婆的孫女 對奶奶要好些 他說奶奶以前也不照顧自己的婆婆 雖然以前對你們可能不好 你還這麼樣不嫌棄她 還這麼樣對她好 媳婦會有感受的 媳婦以後她會很好的對你的 想不想婆媳關係搞好啦 有時候也是需要 孫女不為所動 志工請她為奶奶買電風扇 借口沒錢 要多說好話 不跟人家說她的 不好 志工轉而去奶奶 多包含外貝 我們要原諒這些兒孫好不好 好不好 好 以前的事情我們都不記得好不好 會對你好的好不好 這應該是非常親的這種親人 為什麼 就是因為無名嘛 因為看不清自己的那個 有些喜氣 我想起我自己可能 也曾經有這樣的無名 也曾經犯過這樣的錯誤 現在就看到他們這樣苦的時候 我才明白 這種苦其實是可以解決的 在經歷著照顧你 希望祖孫都能打開新門 兵事前嫌 帶一請問 這是美之工陳曉莉 唐靖雲 陳昭 湖南報導 另外來看的是 夏威夷的火山爆發 原本平靜美好的家園 被破壞殆盡 災民是深陷在水深火熱當中 各界及時的援助 鼓勵他們不放棄重建家園 我住在水深火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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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的荒野 那就是生命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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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曾經過 大爆發 很自然 掉了一根最初的怎麼會是Fizzure One 會有很多派发開的地區 通常是有24多的 人們 elf為坐下來的 廁所上和多的祙計 每周的走向 恆三峰的東西 從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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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這就是把土的味道 这是很稳定的地方 经历的地上 经历了一样的地方 在不学习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 很难受的地方 这是很不安全的地方 你不想看 我会想到会和会 如果我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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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方 对 金钱 爱 食物 费物 你需要这些东西 有很大的支持者在世界上 但昨天我看到了 通过我的社会 非常有助力 我相信是正道路 我相信是正道路 如果我继续努力 就会开心 好 雨过总会天晴 来看2014年7月23号的晚上七点多 复兴航空在澎湖机场发生了空难 机上49个人罹难 9个人重伤 这起空难是国内这十多年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空难 也再度引发了飞安问题 今天专题报导 蓝天 白云 菊岛琴 第一集先带你了解澎湖空难后的 重建和飞安的把关问题 这是台湾飞安史上最令人伤痛的意义 记者所在的位置是澎湖的西西村 也就是四年前复兴空难的地点 当时飞机在这里断成了三节 并且发生了大爆炸 机上大多数的乘客在这里罹难 我当时听的是打雷的声音 没有想到是飞机爆炸 从来也没有 不会去想到有飞机在那边爆炸 飞机坠落我家前 这是所有西西村民 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防射的部分 建筑部分 他们也都陆续补偿 所以那边你看到现在有些整理掉了 有些破顺的房屋 有些是曾经的 那一夜盼着望着亲人平安返家 这个心愿最终变成遗憾 空难之前一个礼拜 他要离开蓬务前 因为他的那个我们重光旅的那个庙 我一定他要准备要盖新的 他还过来跟我讲说 等他回来要跟我商量 结果一去 他的就是心愿没有了 玉先生的舅舅 是台湾建造宫庙的国宝级大师 想不到搭上死亡班机 空难事件亡羊补牢 飞航调查报告出炉 复兴航空意外的主要原因 是驾驶员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失去对风险的管控 虽然大多是人为因素 但澎湖机场的飞航缺失 仍需检讨 这个监视器是监控机场的跑道 整个监控系统有九个萤幕 这也是澎湖机场的航务组 这里每天有超过140架次的飞机 登陆和史离 全靠这些航站人员的监视把关 人工把关 百密总有一书 在空难意外后 澎湖机场加装ILS移降系统 用高科技仪器提升飞机降落时的 精准定位 澎湖机场有北向南的腹地 那个地形并不好 所以以往我们都采用VOR 非精确性的仪器进场 克服了这个地形上的障碍 然后架设了精确性的仪器进场 ILS 提升飞航的把关层级 不过澎湖机场 长久存在的地形受限状况 民航局也得克服 机场的进场灯航道 北端420公尺 每年5月到9月吹南风时 飞机逆风降落 使用从北到南的进场灯航道 而11月到隔年4月 转吹东北季风时 飞机就得从另一端南到北降落 由于北端的进场灯航道 有720公尺 因此飞机降落时比较安全 复兴空难会发生 当初也是因为设备还不够 有点缺失 北边的航道那边 包括夜间起降的设备 跟障碍有点不处 2014年7月的复兴班机 因为风墙宇宙 加上当时没有进场灯 使得驾驶员降落时 看不到跑道 导致坠落到机场旁存落 于是北端这段比较短的航道 已经改善 加装420公尺长的进场灯 每年5月到9月夏季时期 飞机降落时 就是在记者背后的这个跑道 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 目前有整排一直往后推 这个灯光非常的亮 这就是导引飞机降落时的 安全降落的这个系统 不过在4年前的 复兴空难的时候 并没有架设了这些进场灯 针对空难的种种缺失 民航局加强改善 不让悲剧重演 当空难伤痛逐渐混续 澎湖风光依旧很美 更牵引出许多 人心更美的故事 全台湾最后一场 七月吉祥月祈福会 在花莲敬司堂登场 今天共分了上舞场与下舞场 由将近250位的志工和慈祭减灾 希望功臣的师生们 一起斋戒入京葬 希望虔诚的一念心 可以为天下灾难共同祈福 台上清一色都是青壮年 敲凑起紧凑的鼓声 眼睛醒着世人 要把握时间 心善心笑 在演艺的过程中 我感受非常深 因为虽然陪伴我长大的 不是我的亲生妈妈 但我很谢谢她 因为如果没有她 我应该不可能会 在这里那么幸福 然后真的很开心 然后谢谢妈妈 我爱你 小光现在要走到母亲的面前 曾经深陷淋雨 如今重获自由 初一后第一件事 先礼拜父母养育之恩 而这一季是忏悔 也象征重新开始 第一拜是希望 就是感恩她 使你怀胎生我 第二拜是她 三十几年来 对我的养育之恩 之恩我却没有 好好地报答她 第三拜就是 希望我到里面 能够用心愿型 用界定会 来改变我这一生 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划 如今完美呈现 两场演绎 将近三千位观众中 也有修女和神父 跨越宗教来祝福 在地乡亲也给予热烈鼓励 今天真的第一次 来参与这种生会 我真的很感动 我就很 就慈悸很精心 策划这个活动很用心 在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 细数上会拜拜 来祈求平安 不过慈悸志工们 转一个念 除了齋戒 也选择做环保 为大地祈福 我们是五宝 五宝就是环保 环保杯 环保块 环保手帕 还有一个高五代 青青温暖 黑暗中 展展灯烛亮起 象征苦难中 依旧有希望 在全球灾难 传的这个时刻 人人都用前程一面心 祈求风调雨顺 天下平安 在新闻花莲 综合报道 而在台北慈禁医院 举办新人营 上午的活动课程 安排到关怀户的家中 居家访试 一位患有轻微失智的 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住家因为电线走火 引发了火灾 索性当时屋内没有人 但是家具物品是全毁 今天在医护同人 以及志工的合力清扫之下 终于是把房子清理干净 走进被火侵蚀的三楼公寓 映入眼帘的是 满屋子焦黑又杂乱的物品 烧焦闷湿的气味 连戴口罩都抵挡不住 医护同人们 戴上感恩科技的房哥手套 开始清理工作 那个大的绳核 大的桌椅 非常非常的厚重 材料都是很厚的 还好有师兄是木工 可以稍微做拆解 不过还是非常的大件 今天同学很多年轻力壮 也很感恩他们 有学员清扫时 原本担心会弄脏衣鞋 难以清洗 但看到老奶奶无助的脸庞 也放下挂碍 看到阿嬷就是很小只 然后在那边 然后就想说如果那是我阿嬷的话 我应该就是会很难过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管了 就是努力的清 因为你要一直弯着腰 然后就是腰真的是酸到都快止不起来 然后因为地上都是水 就是整个都渗到袜子里面 对 可是搬完之后就是还蛮有成就感 弯着腰一一将杂物装袋 在人力接龙运到楼下 已经数不清装了几袋 搬了几次 尽管要酸 看着屋子逐渐清空 心里也很欢喜 院长也代表上人送上结缘品 让老奶奶满心感恩 很感谢大家关心 让大家回去都平安 事业顺势 我非常感恩 对这样子大力的在帮忙我们 请你这个上后 真的太感恩了 真的谢谢 外头下着大雨 医护同仁的衣物早已被汗水浸湿 或者身体的疲累与酸痛 心里却满是助人后的甘甜 大爱新闻 王玉芬国家序台北报道 今天的健康一点通来看的是 你有没有这样的小秘密 一条小辈子从小陪着你长大 数十年不洗不丢 心情不好 要闻他的味道才能缓和 而且一定要他陪睡 才能安稳睡个觉 如果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 这算是正常的行为吗 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我每天都要抱着的就是他 我五岁的时候收到的礼物的时候 是在左边这种摆 经过了三十年 然后我都不洗他 都不洗他 都不洗他 一条辈子用了三十几年 不一处完好 过了就是土啊 而且我还说如果哪天 家里发生火灾的话 我就是什么都不要带 我只要抱他 所以心理 打扮入食曾出国学 朋友眼中阿兰是个性独立的 时尚多惠女子 但他对这件鸭鸭背的依恋 家人亲友都难以理解 对 他的味道 就在我没注意的时间 他竟然就把他拿去洗了 我整个大发雷霆 就说这不能洗 这不能洗 就是你都抱着 然后流口水也在上面 怎么都在上面 三十几年了 为了一条被子和家人起冲突 没有这条小贝贝就睡不着 强迫症倒有一点 我们一般说强迫症就是 我一定要做那点事 我才能心安 如果我不去做 我的那个焦虑感 就会很强很强 我就是闻着他 就会有一种安全感 每一个人都需要安全感 尤其在孩童时期 家长教养方式或环境改变 他需要一个能摸到 能看到的物品 当作安全堡垒 六岁以上的孩子 如果还是持续有一个月以上 然后持续的哭闹 无法分开 那这就是所谓的分离焦虑机患 随着年龄长大 大多数人的安全堡垒 由实质物品渐渐内化 你今天在一个公共场合 你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可是我很焦虑 焦虑到我觉得 我没有那个东西 我没有办法 让我自己平静下来 那这就有问题 重复无意义 令人沮丧的动作 比如捡回收堆满屋 影响他人卫生健康 这样的行为 需要寻求专业治疗 如果只是私底下喜好 某样物品没有影响他人 只需留意情绪管控 不算病态 可能要留意 为什么就是 因为他必须有一个东西 来帮助他自己调整情绪 这个跟了他三十年 我还认识他五年 那就就让他吧 用尊重化解歧见 不再跟压压被争高下 就当他抱着的是 真诚纯洁的赤子之心 一起火化这样子 大家好 我是赵凡西 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在这几天呢 北部下雨是比较大一些 赶快的我们用卫星云图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几天 北部的雨会这么大 主要原因是因为 目前呢 在台湾的东南方 有一个热带性低气 正在发展当中 这时候呢 北方又有一道封面 正在通过的过程 封面的风向 属于偏东北风 在热带性低气 下的风呢 是属于比较潮湿的 偏东风 所以呢 东北风跟东风 在北部这边做会合 所以在星期六 以及星期天的时候 北部雨下的比较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热带性低气 跟风面的影响 那么在未来几天呢 都还是会有一些 下雨的状况 不过另外一个 要留意的重点 是目前在台湾 东南东方的山竹台风 预期呢 它接下来会持续往西移动 虽然说目前还是轻度台风 但是在逐渐往西移动的过程中呢 都还会持续的加强 所以提醒您 在这礼拜的后期呢 来到星期六以及星期天 这个山竹台风 会慢慢接近到我们台湾附近 不过呢 会不会侵袭到台湾 都还是有变动空间的 所以提醒大家 在未来几天 都要持续去留意 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未来几天的天气 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时候 目前在台湾 东南方的这个热带性地气 持续的往西移动 而且有机会 在这个未来几天呢 成长成为台风 不过呢 它是从台湾的南边插过去 对于这个我们台湾的南部 像是高雄 屏东以及台东一带 带来一些下雨的状况 那到了这个星期三开始 这个热带性地气 就逐渐远离了 那么另外一个 稍微留意一下的是 这个原本 降雨比较强的地方 是在台湾北部 但是随着这个封面呢 逐渐往东移动 风向上面开始转为偏东风了 所以在星期一的时候 在台湾的东半部 从这个宜兰 花莲一带啊 都要留意 这个下雨状况呢 可能会比这个 周末来的更大了一些哦 至于在北部 也会有下雨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累积雨量的预测 在星期一的时候呢 北部以及这个台湾的东半部 是下雨比较大一些的地方 主要降雨 可能会在宜兰 以及花莲的北侧这边出现 那至于来到星期二呢 这个下雨状况 是属于偏东风的影响 日带性地下通过的过程 在屏东以及台东一带 下雨状况 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在南部活动朋友们 在未来几天 也要多注意 下雨的星星 可能会变得比较多一点 星期三以及星期四 就转为这种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状况 所以在这礼拜呢 星期三以及星期四 要留意的是山区 中午之后 可能会下起一些 比较大的降雨状况 至于在温度上面 因为呢 风面通过 吹的风向是属于一片东北风 温度是稍稍有些转凉 北部在今天晚上 这个高温25度 低温大约是23度 在整个西半部呢 这个低温大约是来到 24到27度左右 晚上可以感觉有一点凉了 东半部也是一样 最低温大约是来到 24到25度左右 至于来到明天星期一呢 白天的高温 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回升 北部高温大约只有29度 在西半部高温 大约是30到31度左右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云量还是比较多一点 所以云量偏多之下 温度就不容易有太明显的回升 还是比较凉一点点的这种温度 在东半部也是 高温大约是来到28到30度左右 最后呢 几个重点提醒给大家 风面逐渐南下 稍微有一点点的转凉 那低压通过南台湾 所以呢 在这个未来几天 我们南台湾天气 也会不太稳定 要多注意 持续性的雨势 持续到礼拜二哦 那要留意 未来几天呢 山主台风的最新动态 因为呢 这个山主台风 预期在这礼拜后期 会接近到我们台湾附近 或被清洗台湾 都还有待观察 持续去留意就可以了 好 以上见天气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美国从严禁运伊朗石油市场预期 供油减少国际油价走扬 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了 依浮动油价机制来计算 国内各式的器材油 10号开始 每公升将会调涨0.1到0.2元 这是连续第三周的上涨 而新闻最后邀请您在这四个网路平台 持续来支持大爱新闻的相关内容 只需要手机扫描QR Code 就可以跟大爱新闻时刻在一起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全球新闻 感恩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